8-1公式的运用 Excel是试算表软体 有许多内建的公式计算功能 基本的比如说加减乘除 当转换于公式的时候 Excel会自动处理运算非常方便 那我们再提醒同学 公式输入的原则 公式输入原则跟数学方法一样 比如说A3等于A1加A2的时候 在Excel呢 请点击在A3那个储存格 然后在里面输入什么 等于A1加A2 再讲一遍哦 数学运算式是这样 那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请先点击在A3那一格 然后等于A1加A2 就会把A1跟A2的结果 储存在A3的储存格里面 那记得公式的开头 必须先加等号 好,来,我们看一下好了 这里,这一格是10 这一格是50,对不对 那我们点击在A3储存格 等于 点一下这里A1 然后呢 加 点一下A2 那这个呢就是公式 按Enter 所以呢 A3储存格的公式就 等于A1加A2 A3 有没有 所以当你在输入的时候 再开面删掉哦 那你可以直接打 等于A1加A2 用打的也可以 不过我个人比较习惯是用选的 用选的时候还蛮方便的 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操作 好